川海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传 在一千多年前 唐代诗人杜甫就是在成都 眺望到了大雪塘的美景 才写下了这样的七言绝句 西岭雪山也由此得名 大雪塘是西岭雪山的主峰 海拔5364米 被称为成都的第一峰 山顶中年积雪 在成都向西眺望 如果天气好的话 用肉眼就能够看到它 由于西岭雪山的主峰 由于攀登不易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日月屏的观景台 成了眺望它的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除此之外 这个海拔3250米的观景台 也是整个西岭雪山 观看日出的最佳地点 据说啊 当太阳刚刚露出脑袋的时候 月亮就在90度的上方 成了日月铜灰这样的一个美景 因此被称为日月屏 当然我们知道 看日出呢需要缘分 今天的雾看上去有点大 我呢也还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不过只要太阳一出来 这里就成了人们祈求幸福 和平安的地方 从日月屏出发 顺着木制的站道 一直往前走 你会感受到西岭雪山的特殊天气 就像是一位魔法师 而树上的树挂 就是它的代表作之一 这个呢叫做雾松 给我的感觉就是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其实啊中国是最早记载雾松的国家 在很久以前 就有很多的古代人 喜欢对雾松展开描述和赞美 而由于南方独特的天气和地理的原因 西岭雪山的雾松和北方相比呢 有所不同 它看上去更像是一朵 盎然绽放的花朵 因此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冰花 雾松呢一般是早上出现 如果头一天晚上下过雨的话 那么第二天早上这样的奇观效果会更好 而现在呢我看到太阳已经微微露出了它的笑脸 我在等待阳光洒向雾松的这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也是最美丽的 魔法师的想象力真的是无边无际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景点呢 就是它的又一项代表作叫做阴阳界 怎么来看这个景点呢 我所站的呢其实是一条长长的山脊 脊点呢大约有两米宽 可以容纳两个人同时并肩前行 而这条山脊呢把整个空间分成了两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看在左手边的这个部分呢 一片浓雾 而右手边看过去呢相对来说能见度要高一点 但实际上如果在天气条件非常合适的条件下 左手边会是浓云翻滚 而右边则会是晴空万里 一阴一阳对比非常的明显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奇观呢 这个其实是四川盆地的暖气流 和来自于青藏高原的冷气流 相互预见之后所形成的一种阴阳分明的现象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两股气流就在两边相互较至近 却怎么样也不会越过我所占的这道山脊 阴阳界的奇观呢理论上来说一年四季都有 不过根据统计夏季出现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有时候可能十天半个月看不到一次 有时候一天可能会连续看上多少次 所以说面对这么调皮的景观 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西陵雪山的景点呢 多以气象景观为主 因此如果运气不好呢很有可能运不上 不过如果您没有遇上气象景观 就千万不要再错过滑雪了 这里就是西陵雪山的滑雪场 这里也是距离成都市区最近的一个滑雪场 从2000年开始正式对外开放 今年已经16岁了 这里的海拔高度在2200米左右 从每年的11月份开始 到第二年的3月份都是积雪期 积雪高度呢能够达到60厘米 而温度却不会低于零下6摄氏度 因此虽然现在我感觉挺冷的 但是这里仍旧是全球最温暖的滑雪场 阿们 阿们